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分析 反正就是收入与支出 高收入当然会有高支出 这就是正相关 这是我的hypothesis 请问我是不是现在拿到这个资料 我就要来去看是不是这样子 好我一样把这张图复制 好我想要去做收入与支出关系 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就会把我的hypothesis 我会先做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画图去验证 然后再去做检定 好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边我会用文字 先把我的假设写在这边 就是高收入会有高支出 那就是我先写这一件事 然后接下来这一张图 我就要去想 我要用散步图的方式呈现 我就直接改成散步图 因为我里面已经有一个 就是所得收入的总和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有另外一个 就是y轴就是支出 消费支出的总和放在y轴 对吧 我们先不管说它画出来是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有两个 两个都是数值 一个是所得收入 一个是消费支出 可以吗 好接下来请问这一个点 你要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个现实 对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图例就是放区域别 区域别 请把区域别先关掉 因为不晓得它刚刚放在什么地方 然后请把区域别放在图例 我们先看2021年 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这边应该就是台北市 它在最右上角 好然后这个地方 它是新竹线 可以吗 也就是说 他大概 他请你画这个散步图的时候 一定要维持一个正方形 一定要维持一个正方形 因为如果你画成这样子 它感觉好像是一条水平线 千万不要用 用就是错误的解读方式 就是只有点三个地方 散步图 接下来是不是 这个X轴跟Y轴都是数值 所以一个是所得收入 一个是消费支出 好了 那这边不能随便乱放 请问是收入影响支出 还是支出影响收入 所以收入是自变数 还是因变数 自变数 可以吗 就是你的水平轴是 X是收入 你这边 我建议你就是用拖曳的方式 拖曳的方式 可以吗 好 请你们现在就是X轴放的是收入 Y轴放的是支出